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大陆淘宝只要下单就有票 立委发现上个礼拜五 他买4月29号从桃园到花莲车票 官网APP通通没空位 转向淘宝下单5分钟车票轻松到手 太夸张了 那黄牛票拿去淘宝网卖 台湾人自己的住在那边根本买不到票 跟大陆人买我们台湾的票也是蛮奇怪的 台铁曾经其实立委买的这一般都还有空位 否认系统有漏洞内神通外轨 不过打开淘宝网就能发现 代购台铁车票好猖獗 代购价10块人民币 买家透过淘宝下单给基本个资 接着就能到便利商店取票 不过大多都要14天前预定 等于说跟台湾游戏规则一样 都是要用墙的 代购网站在他们那边是属于合法的 在台湾是不容许加价来出售 或者特别开一个网站来出售这个车票 所以我们没办法管 但是我们尽量防止说 他们来做用駭客的方式来订车票这样子 真的好难抓台铁跟铁路警察局通力合作 限时一个月希望能揪出两岸黄牛 而说摄影师口味很像吗 从香港来开店 米其林一新餐厅天好运 台湾民众真的蛮喜欢的 台北占钱店一年的营收破亿 业绩比香港本地要高 是亚洲电王 而他们最新的店开在新北市的百货 观察到的是就在顶太风的隔壁 这两家都非常有名 他们觉得是有极客的效果 对双方都有好处 排队进场 后面还有一大串人龙 港点天好运首度进军新北 选板桥大圆摆 而且社会地点又找顶太风当邻居 惹得顶太风主管跑来观察敌情 比拼意味颇浓厚 我们跟他们餐点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两家都可以带动不一样的人群 不一样的人潮 互相去交流 强调属性不同 反而能互相拉抬人气 看看B1楼层 先来的顶太风光一个月能有2000万营收 天好运也乐观认为 首月能冲出2000万业绩 因为台中大圆摆 两间店避临而居 顶运组合表现就很突出 但其实营运最好的在这里 台北站前店10点还没开门 就有人在排队 假日翻桌率高达15次 平日也有10次 年营收上亿以外 还是亚洲电王 比起香港本店和新加坡 还要厉害 分析可能跟转运站和观光客多有关 业者不透露到底比香港高出几成业绩 但强调未来除了悬点以外 也会考量附近有无名店 互相具体人气 TVBS新闻张正玉成 以上新北市报道 而今天在亚太地区 购物新势力其实就是凹累了 在台湾大家都觉得可以逛 可以玩 所以在北中南是一家 接着一家开 我们看到了全台湾 那么在领口的凹累 主打的是比较日系的商品 桃园自美式的风格 市场规模超过250亿 很多民众可能想说 没关系我先规划一下路线 额外的这些折扣票一定更便宜 但你知道Olet低价的秘密吗 我们带你了解一下 媒体查访就发现 同一个品牌的东西 它在专柜 在Olet 其实材质细节设计 是不一样的 都是正货 品质不同 欧美品牌下杀五折 有的甚至打三折 看到这种价钱 不买都说不太过去 到了欧美各地观光 很多人都喜欢特地到Olet 逛一圈 为什么你购买在Olet 我购买在Olet 因为我会购买 好购买 这种价格比起零售店面 便宜一大半 再加上各大牌子 可以一次买齐 就算地点通常远离市中心 民众还是去之若鹜 你觉得你会购买好购买吗 我觉得我会购买好购买 我们知道我们会购买好购买 尤其是看到店门外的品牌Logo 消费者通常不宜有它 都认为店里面卖的 和一般零售店卖的商品 是一样的 你觉得你会购买的购买的购买 比较购买的位置 我觉得它差不多是一样的 我不认为它有任何不同 可疗 我们会购买好购买的购买的购买的购买 但真的是如此吗 加拿大媒体就使用隐藏式摄影机 锁定了Coach K-Spade J.Crew 还有Banana Republic 等四大品牌进行调查 这名女记者分别在 Olet和正规的零售店面里头 买了两个看起来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红色包包 拿去给专家鉴定 一是从市场 一是从市场 可以看到差别吗 我看起来的购买的购买 专家几乎快要把包包整个翻过来 专家几乎快要把包包整个翻过来 仔细的里里外外检查不到几分钟就有了答案 这名本身也担任设计师的内行人一看就是从细节开始下手 另外他也发现在零售店面卖的包包里 有Coach的浮水印记 但在Olet卖的却没有 虽然品牌否认这样的指控 还说Olet和店面卖的都是最高品质的商品 但像Coach这样子的品牌不止一个 你想找到什么东西的市场 我们全都用到这个市场 所以全都用到市场 所以全都用到市场 没有任何市场 没有任何市场 店员直接走上前推销 虽然话说的是特别为Olet所贩售的商品 但这话听在专家的耳里有不同的解释 两件衣服比一比 在里头的清洗标志和材质标示上 都比外面零售卖的精简许多 而且标签上就大有玄机 小地方都藏着Olet秘密 Olet虽然便宜 但也再次证明了一分钱一分货 TVB新闻综合不到 而想要有钱花呢 有些小孩帮忙贴补家用 在泰国贫困的乡间 是用身体血汗来换的 方式就是打泰拳 这是世界上最残酷 最暴力的武术之一了 在泰国没有年龄限制 八九岁的孩子也可以上场比赛 几年前的统计是 大概三万名儿童靠泰拳赚奖金 赢了当然是好事 可是输的人是直接抬出场 丢在角落伤得惨不忍睹 甚至影响到他们一辈子的发育 两个小朋友在竞技台上 拼得你死我活 台下传来大人的加油声 这样的场景在泰国习宗平常 他们比的泰拳 号称世界上最残酷 最暴力的武术之一 因为没有最低年龄限制 八九岁的孩童 也加入战斗行列 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八岁的诺乔没有在学校念书 却被送来学泰拳 戴上拳击手套就是战斗的开始 泰拳又称拔臂拳 是泰国传统搏击技术 利用双拳 双脚 双轴 双膝 这八点进行攻击 小朋友七岁就送来集训 我来自行 我来自行 我来自行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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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孩子就要上场战斗 很多人是为了钱而比赛 因为只要赢得赌注 就有机会帮助全家脱离贫穷 我来自行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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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拳招式凶狠 除了拳打脚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用到肘部和膝盖 拳击手往往会遭受骨折 脑震荡或是其他严重外伤 某些案例损害到控制生长 荷尔蒙制造的脑下垂体 可能永久阻碍成长 一位摄影师潜入拳击场 拍下孩童笔泰拳的真实照片 镜头下搏斗结束 有人把钞票塞进获胜儿童的嘴巴 落败的孩子则被人抬出去丢在角落 其中甚至还有小女孩也上场比赛 泰拳流传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在贫穷乡间 不少孩子打拳赛贴补家用 甚至梦想靠着泰拳改变命运 但训练过程中 孩子们必须操练身体和精神的极限 只有极少数的人 可以成为职业拳击手赢得冠军 而且到了25岁就得退休 从此结束拳击生涯 这一项用肉身搏击的泰拳传统 遭到不少保护儿童组织踏伐 认为泰拳有害孩童的生长发育 纵然泰拳在泰国很流行 但能登上正式拳台的少之又少 许多人只能打地下拳赛 非法比赛下注没人理会 甚至有当地警方加入 赌金之高让许多人在一戏之间请家荡产 又鲜血脱离贫穷的残忍画面 一再上演 还有拳脚功夫是用在粉丝身上 女孩子被推倒了 大家说太过分了 来看今天的快手点播 宝宝用力推走粉丝 就是怕Big Bang的G Dragon会受伤 但不只有这位女生遭殃 穿着米白色衣服的女生 更是被推到跌倒 戴着口罩的G Dragon 似乎没注意到周边发生的状况 直直的直接往保姆车的方向走 好 刚刚看到的是GD去北京车展 那么在机场这一团混乱 因此有人被推 而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呢 他则是变身国防部的募兵代言 来看看他的广告 支持国军挂嘴边 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开金口 其实是为了号召报效国家 美国希望各位朋友 可以鼓励你的子女 为国军服务 现在的国军管教合理 福利待遇也好 而且还有许多禁锈的管道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国防部发言人还把这个影片 PO在脸书哦 那么似乎陈美凤是要鼓励大家 那么也让婆婆妈妈放心 让孩子从军去 不少民众按赞分享 另外再看到 这已经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伤痛还在 你还记得去年6月发生八仙承包案吗 15个人死亡 484个人轻重伤 今天商长还穿着压力衣压力裤 到法院联天一审宣判 而活动主办人吕中吉 判4年10个月有期徒刑 另外其他的8名被告不起诉 高检署认定还要再调查 发挥事件重新再查 另外你有没有注意过 如果你身旁的人面无表情 特别是女生 你会不会问他 干嘛心情不好 摆臭脸呢 男生就比较不会被这样误会 那为什么女生会呢 科学家帮女生平反一下 拿脸部情绪辨识系统做实验 发现出现扑克脸的几率 根本一样高 他是以目光之城系列电影 轰遍全球的克里斯汀史都华 走冰山美人路线 一张有点酷又带点性格的脸蛋 让观众觉得他难以亲近 可能真的不是故意的 但就是被认为是耍大牌摆臭脸 不只贝克汉的辣妹老婆维多利亚 好多女明星都有这个困扰 我公司发现了眼睛读书系统 自动讨论脸色情绪 我们的软件评讨论是 我们会把脸色情绪辨讨论 跟女生相同一样 美国科学家亲自做实验 靠一套脸部表情辨识系统 从脸部五百个位置分析影像 定义出幸福 悲伤 害怕跟愤怒等八种情绪 而所谓臭脸是来自轻蔑这个元素 无意间一个表情被误解 是刻意臭脸闹脾气 对求职工作人际关系 都有很大杀伤力 女性背负的臭脸形象 从科学角度分析 专家并不认同 随机找来男性做实验 实验结果替女性平反 因为不分性别 被测出臭脸的比率 其实一样高 社会给女性的刻板印象 就是要温柔和蔼 笑容可举 所以当女性面无表情 就更容易被贴上臭脸标签 不是自然发自内心的笑容 随时挂在脸上也显得奇怪 对女性的臭脸印象 可能只是根深蒂固的偏见 不如留给我们一些做自己的自由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民进党立委对张景森发言 是当真的都摆臭脸了 他谈到了文林院的都根案 说史上最苦手的社会运动 今天道歉 白剑夹子穿绿色假脚托 准政务委员张景森 食言风泼后第一件事穿拖鞋 袍布抒压 脸书自白个人看法带给团队很多困扰 今后脸书不会再出现露点嘲讽或酸明贴文 会呈现正面能量新形象 偏偏自家立委早就不想甩他 绿委破口大骂真的有损内阁形象 张景森抱走po文 说文林院都根是史上最苦手的一场社会运动 王家50坪房子现在分配到175坪 价值上益反凤真可怜 惹到玄运领袖林非凡也回呛太荒谬 要请民进党把张景森从内阁名单里删除 毕竟当到了政务委员这个位置 所以不适合用脸书来发言这个关于 跟国家的正式有关系的言论 我们未来这些阁员可以自我阅志一下 新内阁成军特定成员却发言躁进 专院长林全也祭出最后通牒 他有提到那么希望个人的发言方式内容 都必须要抛弃个人式风格 而且必须要注意到整体的施政 还有社会的观感 先口头劝说再考虑拟定脸书封口令 520前格约暴冲难踩刹车 TVB的新闻 钱子明学新推报到 等一下来看 搭车不排队 针线恐后都不行 花莉有个最霸气女战务员 大陆客都乖乖听她的话 来看如果班机延误了 很多民众会变得火气很大 可是这个情况地情人员真的很倒霉 大陆首都航空这架飞机 本来就延误了 航空公司也处理了 说帮忙大家安排时速 可是还是有人不满意 然后就把这个女地情给拖出来 当出气筒 拿便当砸她 赏她巴掌 还说打你有怎样 一副有钱就是大爷的样子 其实是蛮不好的 而在台湾有人说 大陆观光客户来到这里 不喜欢排队 也不是见怪不怪 花莲星辰火车站就有个霸气的女战务员 她会用大声公说就是不行 她的名字叫做黄明月 每天在这里指挥所有的旅客入站 路客也会乖乖地听她的指挥 虽然她有时候被嫌鸡婆会被投诉 不过秩序真的变得比较好 一早九点多 站务员拿着大声公指挥旅客交通 有人快来不及 黄明月大喊加油 她堪称是花莲星辰火车站 最霸气的女站务员 听到站务员大火 旅客一点都不敢怠慢 手往包包里头伸 把票切拿在手上 听到黄明月指挥 路客乖乖听话排成四条线 对于她的霸气指挥 导游也有深刻印象 这样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方便 因为有效的管理对我们来说 也比较安全 其实60岁的黄明月 在台铁服务已经满36年 三年前才接下指挥任务 但也有旅客嫌她的指挥太机婆 黄明月不介意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年来 都有心理准备 他们只要看到火车 他们就上了 他们会搭错车 所以导游一天到处都在导游的 花莲星辰火车站 每天平均涌入8000人次 尖峰时段每10分钟 就要消化500到600名的旅客 加上月台比较小 为了旅客安全 才需要有人来疏导 因为黄明月的霸气指挥 不仅让旅客节省走错路的时间 乘客进出有序 也让火车不再为了等人而误点 TVB的新闻 刘王正 陈佑荣 花莲报道 红绿热搜音片来看 刷信用卡的时候 为什么感觉好像在看一场特技秀呢 他不是魔术师 他是一个洗牌高手 来看看怎么玩花招 我们看看这张卡在他手上 是怎么转 怎么眩都可以 甚至有时候还会造成一种视觉 好像卡片是会在空中停留一下 这个洗牌达人 可以让他的节奏配合着音乐 他非常轻化的牌 要飞就飞 要停就停 他的影片在网络上有很高的点阅 而且日本航空公司向重 请他来拍广告 而在美国最有个咖啡师 他的咖啡非常特别 结合了彩虹食物 他在奶泡里面加了可食用色素 好像彩虹一样的奶泡 一起來看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